印尼华裔总会创会20周年纪念活动 上周在雅加达隆重举行 走过20年 印尼华裔总会一直专注在国内教育 培养优秀人才 不分种族和宗教 协助印尼各地的孩子圆梦 成立于1999年 目前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 成为印尼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华人社团 印尼华裔总会由一群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亲手创立 他们不断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秉持着这份爱国的精神 在印尼已经走过了20年的岁月 这20年来 印尼华裔总会不断培养国内的优秀人才 透过奖学金方案 帮助了超过1000名学生 圆了读书的梦想 这些助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不同种族 不同宗教的人 在全新的里程碑 印尼华裔总会不只是一个包容华人社团 他们的宗旨是成为全国人民建设国家的桥梁 透过慈善活动 鼓励全国人民为国家团结贡献一份力量 以达到和谐和睦共处 每次的赈灾活动都少不了印尼华裔总会的参与 每次的赈灾活动都少不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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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当我给他们带到 每次的赈灾活动都少不了 每次的赈灾活动都少不了 我用力量学习 没有一二 我用力量学习 所以我用力量学习 美齐安娜就是其中一个助学生 今天她为20周年庆典 带来了西爪哇的传统舞蹈 自从读高中开始接受助学计划 他对于印尼传统舞蹈深感兴趣 他认为舞蹈是多元民族团结的象征 我认为这些年轻人都比较喜欢这些年轻人 Kpop,Blackpink 甚至在文化中的文化中 文化中的文化中 Jaypong或TariBetawi都被认为Koknora 然后很多人都被认为这些年轻人 而黛pink和外国人的文化中的衣服是很好的 所以我认为这些年轻人的文化 因为这些年轻人的文化中的文化 在所有来宾的见证下 印尼华伊总会即将展开另一段旅程 希望未来的20年 继续帮助更多学生完成求学梦